王立军事件让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贪腐败事被大量曝光 陷入四面楚歌的他正在使出浑身解数摆脱危机 而在此时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的反腐工作报告 在延迟了一个月之后突然高调登场 引发了外界诸多揣测 2月19号中共新华网全门刊发了贺国强 在中共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贺国强在报告中说 中共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依然严重 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 社会影响恶劣 窝案、串案、暗中案明显增多 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问题比较突出等等 贺国强承认反腐不利可能亡党亡国 中南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所教授王成立向新唐人表示 贺国强所说的都是没有用的套话 贺国强的工作报告提交于今年1月8号 而新华网正式发表于2月19号足足延迟了一个多月 目前因为王立军事件 薄熙来的大量丑闻败事被一一披露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认为 北京当局是想通过王立军事件把薄熙来的问题查清楚 薄熙来与王立军在重庆的所谓打黑风暴中 成立了270个专案组 抓捕了包括亿万富翁李强在内的近600个所谓黑社会 其中许多是民营企业老板 没收他们的资产上千亿 制造了数百起冤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彬曾估算 薄熙来唱红打黑花了2700亿 原香港文汇报驻东京办事处主任江维平指出 薄熙来用打黑抢来的钱填补2700亿的漏洞 但华龙网透露 重庆市财政亏空仍有一千亿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认为 中纪委并不是查腐败的机构 而是保护腐败的机构 那么从这个政治需要出来的 就不可能真正去查这个腐败 王军涛表示 中共利用反腐败打击政敌也不是新鲜事 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就是以反腐败为名而被政敌打下马的 你共产党真的要反腐败 你要进行制度改革 你要把你的权力交给人民 那么有人民来反腐败 那反腐败不能靠你去引导 这个共产党引导的反腐败 从来不是说越反越腐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指出 中共认识到反腐不利 可能亡党亡国的严重性 但并不等于能采取有效的治理方法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秦雪、王明宇采访报道